突然出现一个身披营甲 没有双脚的将军 他面无表情地看向女人 如同鬼魅般喊出 熟睡的女人被吵醒 抬头时却被吓得一击灵 他连忙拉起被子挡在胸前 急切地询问将军是什么人 为何要半夜闯入自己的闺房 将军一听不明所以 他自称为弹狼 而女人则是自己的妻子青妹 坐在床上的女人一头雾水 他坦言自己名叫小婉 根本就没听过什么青妹 也从未见过眼前的弹狼 弹狼不慌不忙向小婉解释 前世二人本是一对情色和名的夫妻 只是战乱当前匹夫有责 作为将军的弹狼不得不抛下爱妻 去往前线杀敌不幸身亡 应惦念自己的妻子青妹 弹狼迟迟不愿喝下孟婆汤 将最爱的人忘怀 此时官差又带来了一批鬼魂 其中正有弹狼的妻子青妹 他兴奋又急切地拉住青妹 可青妹已经喝下了孟婆汤 早已认不出生前心爱的丈夫 弹狼为此大动干戈 誓死不肯喝下孟婆汤 还要大闹阴曹地府 此番离经叛道的行为激怒了阎王 下令将弹狼投入到畜生堂 弹狼就这样带着记忆重生 变成了小婉家饲养的马皮雪儿 小婉的父亲是家中的村长 对他管教甚严 小婉自幼就没有什么朋友 只能与雪儿为伴 将雪儿当作最亲近的伙伴 雪儿 你看 你的周毛好乱啊 帮你出去吃晚饭 这匹高大的骏马 用自己温柔的黑魔注视小婉 让久居深归的小婉有了更多温暖 可村里的土匪却也盯上了 这匹高大威猛的骏马 趁一家人不注意之时 偷偷将马牵走 雪儿发出微弱的嘶鸣声 在房中的小婉想出门查看 母亲却魂不在意表示 小婉内心却始终坠坠不安 等到她出门查看时 早已不见了马的踪迹 小婉发现雪儿不见后崩溃大喊 连着流了几天几夜的泪 母亲安慰她再买一匹新马就好 父亲则焦急地表示货不担心 现在不仅马丢了 她还被土匪帮邀请谈判 可奇怪的是 被卢走的雪儿自行挣脱了束缚 猝不及防地回到了家中 众人只当这是一匹有灵性的马 寓意着村长的谈判也一定会顺利 第二日村长带着一群人 浩浩荡荡来到了土匪的山头 土匪态度强硬地表示 需要村户们提供一大批粮食 否则将有灾祸降临 为了让村民乖乖较凉 土匪初而反而留下了村长 要求村户倾尽一切来换回原质 村民们都知道土匪泯灭良心 必然不会遵守承诺放人 唯一的计策只有上山救人 强行从土匪手中将人夺回 可是穷凶极恶的土匪令人发出 救护心切的小婉母亲 不愿意继续看着丈夫身陷牢笼 她召集了全村老小开会 扬言表示如果有谁可以救出村长 她就把小婉嫁给谁 小婉作为当地最有名的美人 一时之间引来无数人垂涎 纷纷为红颜义勇上山救人 连马圈中的雪儿都动了心思 少女爱上了一匹马 一心想要与马结成夫妻 她痴迷地听着马发出的声响 羞怯地向父母解释马语 雪儿她的意思是 她要娶我 女儿言惊奇不已 难以置信女儿说出了 怎样的惊世害俗之语 父亲的脸上更是清白交加 从妻子与女儿的解释中才明白 此前妻子为了召集人马原救她 竟直接许下了谁能救出她 就将女儿小婉嫁给谁的沉默 美色当前吸引了大批勇士 就连一匹马也动了念头 想要违抗天伦与人结合 其实父母并不知道 雪儿并不是一匹简单的马 而是带着记忆重生的将军 在她的前世 她与妻子清娘恩爱有加 可惜世事弄人 将一对恩爱夫妻强行拆散 二人在阴间相见之时 清娘已经喝下孟婆汤忘却前尘 投胎入富贵的村长家 成为了现在的小婉 铁骨铮铮的将军 弹狼不肯认命 惹怒了阴曹地府的官差 只被投入到畜生到终成了马 可即使物种不同 弹狼对小婉的心意也从未改变 当知道自己有机会 在与小婉继续 前世未尽的夫妻缘分后 雪儿便化成了前世的模样 穿着一袭银色盔甲 深夜出现在小婉的闺房里 她如今身为惊魂已没了脚 可呼唤小婉的声音依旧那么轻易 她告诉小婉她要置身前往土匪墨 将小婉的村长父亲救出来 小婉心疼弹狼单枪匹马 不想她单刀父会落入危险 可弹狼却始终记得 小婉母亲做出的嫁女承蒙 为了自己心爱的人 无论付出什么都在所不惜 弹狼就这样置身出发 来到了土匪窝 此时已有许多垂涎小婉美貌的人 来到土匪窝园救村长 可惜各个势单力薄 被打得落花流水 好在弹狼虽已成骏马 却依旧保留着前世将军的能力 她英勇无比地冲了进去 将敌人打了个抱头鼠窜 成功救下了村长 在众人眼里的弹狼 依旧只是一匹马的形态 但丝毫不影响他们对弹狼的崇拜 此时还在说笑的二人不知道 在村长家的确上演这一幕 人马之间的伦理爱恋 顺利获救的村长 对变回马的雪儿赞赏有加 一心想要好好犒劳她 却发现雪儿一反忠心救主状态 显得沉闷又焦躁 小婉温柔地爱抚着她 都没有使她的情绪平静下来 雪儿急不可耐地在 发出了咕咕的声音 小婉仔细凑近一听 却羞怯不已地露出了微笑 一旁的母亲连忙问到雪儿说了什么 小婉这才表示 雪儿要娶她 这一下直接让村长急了眼 不管怎么样 她绝对不会允许女儿嫁给一匹马 村长强行将小婉拉走 不允许小婉再见雪儿一面 此时的雪儿似乎又欲赶到 前世分离的结局 痛苦地思鸣了起来 村长却直接拿出了鞭子 硕大的马皮晾在太阳底下 突然有了生命般腾空而起 静直扑向了一旁的美貌少女 将少女整个裹入其中 马皮裹着人随风飘远 再也找不到任何踪迹 村里的人只能匆忙寻找村长 告知其女儿已被马皮抓走 此时的村长才后知后觉感到后悔 痛恨自己为何要拆散 家中有救命之恩的马 与自己女儿的姻缘 为了斩断二人之间的感情 村长甚至将小婉软禁了起来 雪儿见状不断思鸣想要守护小婉 却被村长扬起的马鞭阻挠 村长似乎完全忘记了不久前 正是这匹马从土匪手中将她救下 她如今只有满心的愤怒与掌控力 狠狠地将雪儿教训完后 村长回到卧室与妻子商量 要将雪儿随意丢到山上 让她这辈子都找不到家 妻子却犹豫地表示 此前她已做出了沉默 谁能救下村长就将小婉许配给谁 贸然毁约有违良心 村长却顾不得这些 她早已准备将女儿许给村里的富贵人家 不料此时门外传来响声 村长开门一看 硕大的马脸出现在眼前 她吓得盲关上门 门外的雪儿却一直撞门骚扰 村长内心的怒火生了起来 她意识到这匹马已经超出自己的控制 她取出了弓箭与镰刀 让妻子将门打开 带雪儿闯入门之时 一箭射入了她的眼睛 而后用刀砍向了雪儿 村长将雪儿的马蹄包下 剩余的尸首埋到了山上 土堆埋得严严实实 让雪儿再也没办法出来祸害小婉 随后高高兴兴地去给小婉说清 深夜雪儿的灵魂又回到了 小婉的卧房之中 依旧身披营甲 只是满脸血色 小婉心痛不已问谁伤害了雪儿 可她一句话未说就消失了 次日小婉母亲则愧疚地将马蹄亮晒 欠疚不已地对着马蹄畅悔 周围的小孩看见这张马蹄 纷纷好奇地围了过来 而终于找到空隙逃出来的小婉 远远就看见了亮晒的马蹄 她心碎地呼唤着雪儿 此时的马蹄腾空而起 一把将小婉裹入其中 远远地朝天边飞去 等到众人找到时 只剩下挂在树干上的茧 严严实实地裹着小婉 最后小婉便成了一条白色小虫 这就是传说中残的祖先 这个听起来离奇又荒诞的故事 不过是借气谈之口 告诫人们千万要坚守承诺 故事中的雪儿 为了小婉母亲的一句诺言 直身范险深入土匪窝 冒着九死一生的风险 救回小婉父亲 能让她下定如此决心的 全是那一个可以迎娶小婉的诺言 小婉的父母却在得救后翻脸 不仅态度坚决地否决了 小婉与雪儿之间的感情 更是残忍地将雪儿鞭杀 极大的怨气让雪儿的灵魂不肯消散 最终酿成了这一滑稽可悲的结局 虽然在现实的人伦考虑中 人与马的结合听来不可思议 但故事只是采取了夸张的手法 其实无论是马是人 只要小婉的父亲不认同 他可以从各个方面进行否定 轻而易举地毁约 没有契约精神的人 无论换哪种选择 都是一个没有信誉的人 最终自视其国 那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记得点赞评论 可以让我开心一整天